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远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接下来 中南海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犯习近平大忌 大陆老板接许家印被抓内幕 裂横大五宗罪 七大危机 相远十一年前的报告在火 中国又一家银行爆雷 太黑了 拒对股金 债转股片局还得帮还债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之机 今天是10月3号 星期二 我们通常在视频发布后一小时内提供字幕 您只需点击视频上的CC按钮即可打开字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接下来 中南海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9月22日 中国前线网站发表了中国总理李强妻子林怀简历 总理李强女儿李盈简历 爆料迅速在海外广传 各种说法都有 中共政治局前常委 中纪委前书记 魏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在大纪元撰文说 爆料至少有四个目的 第一 把李强搞臭 第二 让习近平出丑 答案是 李强女儿 李颖是习近平干女儿 第三 警告习家军其他成员 爆料政治习亲自提拔重用的一批党政军高官出世之际 第四 提振反习势力倒习的信心 从上述爆料的目的 真假的分析看 爆料者很可能是习的最大政敌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手下人马 在上述关于李强的爆料发表前后 日经亚洲撰稿人 中泽克二9月3次发表消息人士的爆料 第一次是9月5日 消息人士称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 退休的中共元老曾庆红 当面斥责习近平把党国大事都搞砸了 第二是9月21日 消息人士称曾庆红斥责习近平时 94岁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 迟浩田就坐在曾庆红旁边 虽然迟浩田没有说一句话 但是此时无声甚有声 表明退休军方元老对习不满 第三是9月28日 消息人士称 坐在曾庆红旁边的还有一个退休饶人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 王友群说 此前已撰文分析过 上述三个爆料都是假消息 很可能是曾庆红手下人马故意放风 中共高层在先倒习潮 关于李强的爆料 也应该属于这一类 习上台11年 跟曾庆红斗了11年 习争斗最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是习9月28日抓捕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 恒大集团董事会主席许家印 上述针对李强的爆料 则是曾习斗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因为其矛头直指习近平 习肯定会众手反击 王友群认为 接下来中南海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犯习近平大忌 大陆老板接许家印被抓内幕 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被抓引发关注 大陆企业家黄鸿燊接示许家印被抓内幕 指其犯了习近平大忌 10月2日 大陆著名企业家创为数码创始人 黄鸿燊发布视频 揭示许家印被抓内幕 指责他公然以中国人民为敌 骗国家骗老百姓 黄鸿燊说 恒大2021年就出事了 国家对其予以特别保护 将恒大在各地的楼盘纠纷 与供应商的付款等问题 都一并交由广东省高级法院受理 那为什么政府最近动手了 对许家印采取刑事拘留呢 黄鸿燊说 正是因为许家印犯了大忌 用美国的法律进行破产保护 他老婆不移民北美了吗 儿子不移民北美了吗 他们通过借钱就是发债 然后资产由国家的中国资产 变成美国的个人资产 然后他要保护这个美国资产 什么意思呢 债能给中国 所有资产在我美国名下 黄鸿燊说 许家印利用美国与中共国的对抗 利用美国的政权政治来解套 并称许家印此种做法是以人民为敌 以国家为敌 对于恒大爆雷两年后 当局才抓捕许家印 美国宁亚加拿大学管理学院 龙玉教授李天宝对新唐人表示 这是因为许家印个人的行为导致的 李天宝表示 许家印所做的事情呢 并不是要如何拯救恒大 而是如何脱产 把资金转到国外去 然后又向美国申请了破产保护 那么这种种行为呢 就证明了他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罪犯 所以说我想中共当局 才会在这个时间点呢 把他逮捕 避免他脱逃 列恒大五宗罪七大危机 湘元11年前的报告在火 2023年许家印被捕后 美国空投机构 湘元的2012年 做空恒大的报告 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该报告指出 恒大存在五大罪行 七大危机 警告投资者 应对不断增长的财务风险 保持警惕 强调恒大的命运已注定 只是时间问题 报告列出的恒大五大罪行包括 虚报财务报表 非法获取土地 唐氏融资计划 许家印的文凭卫造 以及大量不必要的投资项目 报告还提到了 恒大面临的七大危机 包括现金流下降 高息债务 预售量下降 低价销售资产给关联方 不经济项目 合约销售下降 以及大规模折价 此后香港证监会 对湘元创始人提起诉讼 指控他散布虚假信息 并在报告发布前 卖空恒大股票 最终判定他散布虚假信息 做空恒大 并处以巨额罚款 中国又一家银行爆雷了 太黑了 拒对股金 债转股片局还得帮还债 中国广东省 潮汕市劳平县海山镇的村民 现在已无法从该镇的农村 商业银行中取出所存的股金 村民李先生9月29日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和其他村民在四五年前都将自己的积蓄存入了银行 他表示从9月18日起 村民们每天都到银行要求取款 他说当初银行承诺有分红 利息高 农民哪里懂 所以被欺骗购买了股金 当然前几年情况还可以 他的利息也比较高一点 也有分红 后来没有了 这几年利息都是2% 和定期利息一样 现在有村民要治病 钱取不出来 买棺材钱都没有 李先生说 村民购买的是银行内部股份 无法上市交易 目前银行要村民自行寻找买家才能处理 所以银行就以这个名义 不让村民取出这些钱 造成人家急需用钱的时候 这笔钱也拿不出来 李先生还透露 农商行一换股票证为借口 将原本每股2元 约0.27美元的股金 变成每股3元 约0.41美元 导致村民存度的资金 不仅无法取出 还面临了贬值的情况 此次事件牵涉的金额 高达4亿至5亿元人民币 约5500万美元至6900万美元 与美经济学者李恒青9月29日 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 村民们除非能够提供极为明确的证据 否则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取回 他们投入的股金或投资的资金 他们就是上当受骗了 李恒青说 这就和前两年的 郑州农村商业银行的情形相似 它叫做网上吸存 网上吸除 还说你可以在网上开设账户 自己管理储蓄 说得天花乱醉 但最后银行却说 这个不是存款 而是买的金融理财产品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希望不大 除非他们能够提供证据 表明他们受到了欺骗 但我估计那些老百姓 没有这方面的金融知识 所以很难 今天阿波罗网副频道 视频内容是 阿波罗网报道 以色列属华乐 庆祝中共国庆禁打ROC 小粉红怒出真 综合报道 对中共施压 黄岩岛冲突后 六国骑艇菲律宾 惊起南海联合军演 许家印被抓 恒大总部警察密布 戒备更严 中国女子在挪威被逮捕 只应飞机降落时拍摄 中国乱象再出 十百名扶皮 拍脑门治国 台湾有些选总统人也是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观看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 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继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继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